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手 放手 一斗 怎么样 听说过孔明蛇战群辱 我只身蛇战忽必烈 我命令他退兵 他退了 敢不退 我给他规定了退兵的时间 地点 速度 他要不退 我带兵杀过将来我 那我大行风 对 贾大人 忽必烈元帅请您用餐 你看 跟贾哥待时间长了 连蛮人都学会礼貌了 一到晚 人跟虫一样 需要调教 我就是好好调教了调教你 了不起 走 吃饭 嗯 畢畢 这怎么吃生羊肉 如毛饮血 要不怎么说他们不开话 就这 就这还是他们代客的佳肴 咱们也别佛了人家的好意 是吧 拿出咱们宋人天不怕地不怕的风度 哎 贾哥 这味道怎么样 什么如毛饮血 简直是胡说八道 大帅不是这样吃的 啊 这个就叫帅羊肉啊 正是 这就是我们大帅的发明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不如我们的西湖醋鱼 东坡肘子 林安醉虾好吃 这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可还有上好的羊肉啊 没有 不要再多 只需一片而已 我再找找 找找看 看见 待客的肉都没了 看来忽必烈撑不了几日 本官的退遗之际定能走下 贾大人 啊 好好好 哎 没见过 用肉喂虫的 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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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鲜 华 我 杀 大帅 看来这假色道不光会装孙子 还挺有心计的 看来他用兵有尺度 是有备而来 想想宋皇当年 与惊人定的缠缘之盟 也是宋人处于强势 而割地称臣纳贡的 这宋人有毛病怎么大 大毛病倒也没有 就是骨头有些软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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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毛鸡毛鸡啊 鸡毛鸡 这可是贾爱卿的八倍的急速 一天一夜 光是好马就累死了三匹啊 这 朕 朕不可看着戒毛戏 谁知道又是什么货事 那皇上 那老奴给您念念怎么样 不 师父不是过 师父躲不过 朕 要亲自阅读家爱情的奏章 你给朕打开 皇上 皇上 您可要想开点啊 皇上 朕流的是喜悦的泪水 是激动的泪水 将爱情给朕上奏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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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枪匹马 他 至少就会忽必烈了呀 急奏皇上 月中前线 国军有三十万大军严正一代 又有李敬统帅 贾思道 有什么道理单独与忽必烈见面呢 这其中难道没有原因吗 朕现在不再听别人的 朕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 朕只知道 贾爱情 一心为国 满腹包裹制 贾爱情 大志大勇 忠心可驾 堪称而能做臣子的楷模 朕 当初 建阳州之围 破越州之敌 现在又只身闯黄州 直面敌球 这是 这是何等的忠勇啊 宅心堪称我大宋的国之栋梁 中流砥柱 朕真的是激动了 朕激动了 朕激动了 朕激动得心潮难平 朕现在就要邪尸做父 邪尸做父 退场 好了 就到这儿吧 退场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谁这是怪事 平时朕文思如泉涌 那从上去来说 朕一口气洗了八手 今天 得知贾爱卿 由此大至大雨 朕心超如泉涌啊 本来想负行此章 你说先知 真怎么一句才都想不出来 哎 太妃 这什么厉害 皇上 想不出来就歇会儿吧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贾爱卿只身闯帝 他真坚固家伙 朕也能够负邪诈了 遗传后世呢 贾爱卿 四道地 那是朕的骄傲 放心 再想想 马天晋 冰封钢这帮人 眼珠子总是盯着四道地 在朕面前说场道端 还有朕的那位皇帝 自从打败了黑骏马之后 就躺在骷髅布上睡大觉了 连早朝都不上了 还得担四道弟弟啊 皇上太排除四道弟弟了 可臣妾还是担心四道弟弟 会干出什么不利于皇上 和国家的事情呢 真知道 你们讲上的人 也瞧不起四道 其实四道没有什么大毛病 不就是爱玩虫吗 而且把玩虫与治国联系在一起 前无故人哪 贾爱卿 看成我大宋第一宠 有了 来人 奴才在 将朕手中的字 刻上一块牌子 火速送到军中 是 皇上 四道又让您操心了 朕现在倒担心 贾爱卿 还能不能再得到朕的恩处了 我观贾四道 虽有心计 但不敢有什么掏略 我军这时候撤军看来恰在时机 一可争主 二可得捐银 待大帅稳坐大宝后 我们再发兵小宋也不晚 小宋是个弹丸之地 我们说他如囊中取物 可谓不费吹灰之力 本帅遗失黄州 亦在必得 现在这样退兵 真有些心不甘 寒卫大宝之夺为此为大 李靖这个老匹夫 从黄州到粤州 坏了我的大事 此仇不报 我心难平 那就 让贾四道杀了李靖 这样 我们也好看看贾四道的态度 再说 留着李靖 以后对我们也是个祸害 那李靖可是原劣将 将来若能双兵 大帅爱财之心可敬 可李靖 祖上就不争气 满门中烈 就是为了那个破朝廷 大帅 既刀杀人 又省力 又且恨 好 姑爷爷 孙孙这儿等着您回话呢 你不要老给我装孙子 爷爷不喜欢有你这样的孙子 孙孙高攀了 可是孙孙确实是一片真心哪 要不是看着你甜言蜜语的 我们在临安也有过礁石 否则就是以你十个假色道 我也早把你装进麻袋陈江了 我问你 你写的协议是否当真啊 当真啊 当真啊 军国大事岂可是儿戏啊 本帅看你乖巧懂些势力 就恩准了你这些协议 胡爷爷英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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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爷爷万岁 胡爷爷万岁 好了好了 你先不要手舞足蹈的 本帅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胡爷爷您说 您说 哼 本帅特别恨李靖 此人一直是我的心腹之患 李靖这个老匹夫 与我打了二十年 杀生母无数士兵 死仇不报 就是本帅想退兵 将士们也绝不会退兵 我已经把话说明了 不杀李靖 本帅我绝不退兵 李靖可恶 可恶 可恶啊这个人 我这条腿就是他叫人打的 咔嚓万剑钻心哪 他居然敢冒犯胡爷爷的龙爷 也是各位亲主是不是 更不怕他是出了名的功臣 让孙孙怎么好杀他 李靖再忠还能忠过岳飞 你们宋朝不是有杀忠臣的传统吗 我姐 我知忠元罪恨不忠 哎呀 我说啊 你就不能给李靖 扣一个李通猛军的罪名 我已想好了一个反奸计 差人送封信去 然后呢 这封信落在你的手里 你不就找到他的把柄了 我 行 杀了他 杀了他 杀一个李靖换来千家万户的幸福 换来宋朝的和平 值得 值得 忠臣就是为国为民 死而无憾嘛 是啊 贾大人哪 我们元帅 已经恩准了你提出的长江为界 互不侵犯的请求 但是 宋国必须每年给我们 交纳白银二十万两 捐二十万匹 是啊 猛军叫金石 宋军必须交纳兵力和粮草 请 大帅 好 画鸭 好 顾爷爷 协议都签了 那孙姿就告辞了啊 快来 走 好 肚爷爷 我们骄兵多年 拥有同合之意 现在和谈一下子成功 我们还是应该庆祝庆祝吧 不不不 请 请 来 请 走吧 请 夏监君 来来来 喝酒 你别孙子张叔的专门 我称你是监君 下官仔 下官仔 你们西湖歌舞几时休啊 你看看 我这些歌舞 无辖啊 好啊 太好了 真是歌也有敬 吴也有敬 不像我们一太名人之一 夏监君 下官仔 你猜出本帅统一华下后 第一个要杀人的女帝不错 但是我思来想去 本帅还是改变了主意 你我毕竟有同合之意 你还帮我度夺了东西 我怎么杀你 要给史家有个口识 台剧小人了 我不是台剧 是为了本帅的名义 我们蒙古人把名义看得比生命都要重了 我想统一华下后 要让你担任重会的会长 意下如何 让你研究重训 让你搞专业 虫就是虫 不要把虫当成礼国的国策 打仗的兵书 让虫场干干净净 竟显虫世的高牙品味 百姓若是有堵虫的要求 也可少量的堵一堵 不可过大 也就是一餐饭的宿命 你觉得如何啊 大帅 您才是 哎哼 您才是有道平均的 您才是懂得重世之奥妙的人 我们蒙古人游牧草地也是要娱乐的 但娱乐要有度 贾建军 怎么着 于本帅试试摔跤和赛马如何呀 大帅玩笑啦 下官腿有 没有残疾 我行车都不方便 哪能摔跤赛马呀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就算是我全心全影 我也比不上您呢 您是力拔山西气概式大英豪啊 我 不过我说句不敬的话将军 这是您的长相 以您之长公我之短 那高明嘛是高明 可是不得公平吧 贾司道啊贾司道 你今日今时才算说了句人话 你要公平 军师 你说该怎么办 大帅 你不是爷养了只好虫吗 正好和他斗斗 这不就算公平了吗 好 本帅要与你斗一回 胡大帅 忘了数年前 正因为数年前 让那个胡王让本帅输了一次 才勾气我的斗性 那天你送终于我 我本以为是个虫子 这就是虫的魅力 大帅 华夏数千年 无论怎么改朝换代 而虫系不改 玩虫者未不得天下 但得天下者必玩虫 这就叫江山永久 而虫系不改 这 好了好了 你就别念你的虫经了 咱们还是开斗吧 哎呀 莫非 你没有带着虫 本大人是虫不离身的 既然大帅有这个兴趣 那我就陪大帅玩一回 大帅 见丑了 要动 就得像战场上交锋一样 击鼓呐喊 本帅这一次一定要报了上次黑军马 败给你们福王大马脸的一见之仇 大帅啊 那就来个南北之虫大比武 好 传令明 鸡鼓吹号 停 咱们注意到 今儿 一刀 开工哪有回头剑 贾阁也是为了大宋的安危而战 快 你倒 赵尔秦桧别让他叫我水 不要 不要 来人 将本帅的黑骏马二代请出来 让这位暗熟重道的顾骄批评批评 认识此虫盆吗 此虫盆乃你的名字 此虫盆乃你的名字 这朝先皇所用 后被金巫术掠取 金巫术的人又把此盆献给了本帅 吴大帅 重盆固然是天下无双 只是不知道你那个黑骏马二世是否天下无双 我可是听说他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败给过我朝的大马脸 往事不提也罢 那是本帅的黑骏马 不屑于那刁蛮贼华的大马脸打交道而已 今日你重提此事 是不是想让本帅在另一战场上继续比武啊 不不不不 我 义桃 你先退下 我 去去去 快去 好 彼王 小人只是载虫连虫没有别的意思啊 而且我这次来 还给你带来的一只上好的飞来凤 我知道五爷爷重提好 特意给虎爷爷带来了一只南虫想献给你 我怎么看都像下三赖 这分明是男虫中的绝对鸡品 臭虫 香虫 赖虫 福斌令 本官爱虫如命 你骂我大宋砍我脑袋都可以 如果你骂我的虫不好 我跟你急 你还真会说句有骨头的硬气话 看来本帅还真得重新认识认识你小子 虫是比天大 行了行了 好虫坏虫是马是驴 拉出来溜溜 这犯法公平 本帅就给你个公平 hi 他 浩子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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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飞来风拉稀了 ๆ 最多黑女儿二代 把宋国的飞来风 要败啊 大神支柑 草公 你服不服啊 服啊 心服口服啊 下官这除了见了忽大人的黑骏马二世 是闻风丧胆 这是下官弄坏了您的椅子 这实在是不忍 霍爷爷 下官得去上个厕所啊 这是让您给吓出来的啊 一头啊 好自在啊 还哼着犬 怎么了 你的宠法重进哪儿去了 你看他们一个个那么开心 这让咱们大宋不要人现眼啊你 一头啊 你可真是个死心样 我使的是宠室之妻 孔狐碑恋老而退兵 我给咱们的飞来送吃的生羊肉片 这女士看着了吧 咱们的是男虫哪吃得了那个嘛 就为这个 吃进去还不得跑度拉西啊 就为这我都 我都越了他三天三夜 你用的是计 当然是计啊 你知道为什么 忽必烈打咱们这么凶呢 就是因为上次 夫王跟他斗城 赢了他一场 他气不下 我以一重之败 换来大送平安 这还不值吗 我告诉你 忽必烈马上就要退兵八百里 真的 这弄糊糟 你真了不起啊 我接茬懵得起 来来来 喝酒 怎么样 本帅的黑骏马是不是天下第一啊 天下第一 吴爷爷 天下第一啊 下官一直以为啊 自己是崇法为王啊 看来 忽爷爷也是崇技高超啊 这瞪得我们小宋 连一样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了 原本呢 是想在斗虫上挽回些面子 看来是痴心妄想啊 来来来 给贾四道倒酒 好 来 金军 来 喝酒啊 好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再看看这个 梅雨烈酒啊 神仙办的日子嘛 打什么仗啊 哼 本帅志向高远在统一中华 哪向你们魂军不思进取 白白断送三百年的基业和江山 嗯 这也教训得及时 及时 叶建军 据我的探子报告 说你军中来了许多漂亮的女人 是啊 林安铭记潘蔡新也来了 嗯 这可是侠儿闻名啊 前些年我只见过一面 我就刻骨铭心 真让人销魂哪 好说啊 喜欢的话拿去就是拿去就是 哟 那是你的人哪 咱爷俩谁跟谁啊 什么你都我的 啊 拿去就是拿去就是 那我现在就要 诶 告诉你的手下 让潘蔡新过江来 来人 不不不不不不 我说 现在也行 我是没问题啊 可我军中那帮军事不答应啊 你不知道啊 他们什么保家卫国 保卫社稷 那都是胡说八道 可是要是为女人拼起命来 那可个个都是英雄浩汉啊 你这是找托词 还是舍不得吧 本帅现在要的是礼尽性命 不是什么蔡新 待我们平了农朝 什么样的蔡新菜帮 还不是你的 现在万不要因小吃大 闹出什么乱子 还是胡爷爷说得对 说得高明啊 好叔啊 待你何时到了中原 我一定将潘蔡新送给你 送给你 那就说定了啊 当然说定了啊 只要百姓能过上平安日子 各把女人算什么 这点小觉悟 侄子我还是有的啊 还是有的 好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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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帅要是当了盟主后 我国的特使去下诏书时 你宋国的皇帝 必须给我跪地接诏书 没问题 这 这条要是你不答应 我胡爷绝不退兵 今天就杀了你 爷爷 军国大事岂可是儿戏 协议也签了字都写好了 这干啥呀 协议是最不好办 要不我再给你加两万两银子 你看怎么样 不行 三万 不行 这不是加银子的事 我们胡大帅是为了树立猛军的神威 当年金人不就是这样让高宗跪地接照的吗 金人行 为什么我们不行啊 不是 他有识国铁啊 这个 你想啊 就算是大树的皇帝愿意跪 可是那有性子的老百姓他也不答应啊 这快犯起众怒的呀 这不好办不好办 这 这个 跪地接诏书算什么呀 要是惹火了胡爷爷 我们还要杀了他呢 到时候 要给胡大帅端茶倒水提叶胡呢 你这 这招要是不答应 哼 咱们的协议就算白钱了 这 明天我就杀过将军 你今天给我来个痛快的 跪地接还是不跪地接照书 这 你看你 你挺聪明的 咋这事上放糊涂 到时天下都性猛了 你家皇帝算老几呀 提茶倒水他还轮不上呢 知道吗 行 跪接就跪接 谁让他们老罩就膝盖软呢 不过胡爷爷 下官有一事相较 可否让下官代替皇上跪接招书呢 当年秦桧也是代替高宗接近人招书的 胡爷爷 你 大帅 您看 嗯 这事呢 就这么定 好好好 谈彩新的事 上酒 我想不般 这个衩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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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好 李先生 那就就此别过 好 请回吧 请回吧 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啊 有数有数 好 请回 请回 请 你答应他什么事啊 他呀 他想在中原找个果子为妻 就他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梦想 走吧 李大帅 宋国监军的小船已抵达对岸 好 如此说来 我们跟贾四道所签的协议正好可以执行了 军师 你说 中原有那么多聪明人 为何唯独贾四道办成了大事啊 这贾四道掩贼得准了机会 贾四道他是个明白人 他知道你要什么 他要什么 他知道你什么时候要 他什么时候能要 他吃得起亏呀 大帅 您看人真是入目三分了 传我的令 三更埋造 五更退兵 是 一道 你这个脾气啊 有时候得改改 咱们给皇上当差 耽误了自己的小命是小 要是误了国家大事 那可就成了千古罪呢 你身为大宋的监军 对他们那么客气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不是对他们客气 那是咱们大宋软 我想硬都硬不起来呀 你就说咱们大宋吧 现在还剩多大个地方 就剩了江南这么个弹丸之地 现在跟他们硬打硬杀的 根本不行 得软硬监视 你看着一道 不出三日 不必列退兵八百里 真的 真的 这么一道啊 甲公公 甲公公 甲公公啊 甲大人 不知大驾光临 失赢了 哪里 甲大人辛苦了 皇上听说你 只身闯入北军虎穴之地 甚为担忧 就派老奴连夜赶来探个明白 甲公公 下官不能为皇上分忧 还让皇上为我操心 这真是罪该万死 哪里 身上让老奴给大人送来一副匾 甲公公 皇上知我 甲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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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大人 这次收获不小吧 这忽必烈说了些什么 有本官在哪有他说话的份 他得听我的 我让他退兵 他没敢说半个不字 有这事吗 虫仙嘛 我静观忽必烈虫相 我是你是一只木秋之虫哪 这生苍气短的 这恐怕是有性命之忧啊 那么 忽必烈果真信了 信不信就是他的事了 反正我是把他吓唬住了 小公公 一只老秋虫绝对不足为据 本官以为大宋血耻的日子指日可待 这是真的 小公公 君忠无戏言嘛 小公公 赶快回京面臣皇上 就说忽必烈三日之内肯定退兵 如不退兵 取我假释到向上人头 甲大人 请受老奴一拜 别别 小公公别 老奴伺候皇上以来 多年没有听见如此有欺度的话了 是 咱大宋有救星了 这些年来 唯独这次老奴是 喜极而弃 喜极而弃 小公公 别光顾着哭了 赶快回朝便胜吧 准备庆祝大节 我身体顶得住顶得住 我这就回朝去了 贾大人 老奴还是先给你扣一个 别扣一个 别扣一个 小公公 你别扣我 小公公 你个舍不得 小公公 小公公 舍不得 小公公 好了 贾大人 我苦命的大宋 我苦命的皇上 小公公公 小公公 那就一路顺风 那我就借你的吉言了 贾大人 我就按您的话禀告皇上了 那当然了 小公公 空口无凭 立字为句 下官不日就起草奏章奏名皇上 三日之内 胡必烈退兵八百里 若有虚言 大法伺候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贾大人 有你这样硬气的话 咱大宋 是扬眉吐气了 贾大人 你要是凯旋归来之时 皇上将出城三十里 老奴在百里之外大白酒宴 靠牢三军 不不不 贾大人 咱大宋百姓盼望你们打胜仗 小公公 可是有一样 可不能再让皇上赤膊远迎了 一定念胜一定转告 好 一路顺风 一路顺风 告辞 小公公走好 走吧 好 我早就闻到你张脑香的味了 除去潘彩新 天下没这味 嘴上涂了蜜了 四道 你前后有张妹妹陪着 是不是把潘妹妹给忘了 哪能呢 没看见我见着你 乐得眼睛都没了吗 准是不必烈那儿 你又占了便宜 对吗 针尖对卖玩 谁占谁 走吧 这次回予告